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嘉宾 大家好 大家午安 欢迎大家今天来参加我们史坦利所举办的主题演讲 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要跟各位探讨 如何让各位的创意更有价值 今天说要来听演讲的贵宾就是企业界经理人 换句话说 其实今天演讲就是帮我们大大广告公司打广告 拓展我们的客员 增加我们的订单 完全正确 那我们今天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大大国际广告公司的资深业务经理方大华先生 那现在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方大华先生 大家好 我是方大华 从各位刚才笑声可以证明我的观点是完全正确的 那也就是说 动物跟小孩是广告片当中最吸引人的明星 Superstar 在这边我请教大家一个小小小小小小小的问题 那就是 什么才是一支好的成功的广告片 相信我 这问题我苦思了好几年 就在昨天晚上我得到了答案 那现在 我愿意和大家分享 我认为 一支成功广告片 应该就像是你的 初恋情人 同时 你也没有 吴晓晓我爱你 包装我 我爱你 有一段话是这么说的 即便是个呆子 也能做出一个烂广告 但是如果你需要一点好的东西的话 那么你就真的需要一个天才 这是广告大师 是他吗 会是他吗 这么久不见了 会是他吗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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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广告大师留给我们 最重要的一段话 我是邦道华 谢谢大家 广告大师 你要被那么经历的刚才 别忘了 我 对 华哥 你刚才台上演讲的时候 你是看到台下是吗 我刚才好像看到一位二十几年没见面的老朋友 二十几年了 我刚才只是差点把李奥贝娜说成李奥纳多 所以就停了一下 你昨天该不会是跟我看到重播吧 你好 最近哪一天我们大大广告可以找到李奥 纳多 纳多当代言人 李琳 这是要形成什么 好 各位好 总经理马上到了 点赞 convey 我要 跟那一个 真的是他 已经二十几年了 他还好吗 大华 等你的心一如潮水 褪去又涌来 但你却音讯全无 有如泡沫一般 想见你 却终究还是见不到 我是该等你 还是不该等你 你到底会来 还是不会来呢 不好意思 让大家久等 大家请坐 总经理好 我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大大广告公司的业务经理 方大华 人生何处不相逢 我才刚听过你的演讲 的确我需要一个广告人才 请开始吧 谢谢 跟大家报告一下 我们大大广告公司 跟海内外十二个重要的 网络行销平台 一直保持着长久 而且良好的合作关系 我们希望在今年第三季 可以发挥公司销售率 提升到百分之十 你做得到吗 你对感情人承诺 你做得到吗 方经理 你做得到吗 是 有可能 那我想问一下 二十到四十岁的上班族女性 有多少人会进来浏览这个平台呢 二 二十到 二十到四十岁的浏览平台 是 二十岁到四十岁的浏览平台 我们希望人数是第一个月 可以充到两百 两百三十五万 当然我们希望可以逐渐地 缓步上扬 我们预计到 预计到前半年 也就是第六个月的时候 我们希望可以达到四百 四百五十万人次 经理 那些资料 你在来之前 不是都已经记好了 刚刚为什么还要看 对啊 是不是看来漂亮的总经理 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教官 经理 没事吧 你做得到吗 开车 就这么巧 真的碰到她吗 大伙 你自己说的 家里彩妆公司的 未来发展的方向 我们相当地重视 它必定会成我们 长期的客户 可是刚才你的报告 毫无脏法 乱无脱续 我接下来再怎么说 吴总他也根本 听不进去了嘛 你自己说的 这客户她很挑剔 大伙 你们听我在说啊 你自己说的她很挑剔 就先变这个样子 万一我们没拿到 这个公司订单 你自己就跟总经理报告 好 谢谢 哎呀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算一算 二十三年了 没想到还会再碰到她 怎么办 我爸不让我跟你见面 他不让我跟你救我 我好怕 晓晓 你放心 我会永远跟你在一起 是谁在敲打我窗 麻烦您参考一下 先生 请你参考一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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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请你参考一下 谢谢 谢谢 那一段被遗忘的时光 渐渐地会伸出我心看 是谁在敲打我窗 他依然美丽动人 不知道结婚了吗 再撩动情绪 这么多年了 都没亲口跟他说句对不起 我不要你的钱 我不要你的钱 那你会放弃吗 我爸下礼拜就要我去美国 我们没有时间 你不要闹 我不要 往事历历在目 难道还要勾起二十三年前的无奈 我爸要我去美国 你跟我一起去好不好 这样我们就可以永远在一起了 潇潇 我可以在这里等你回来吗 我爸不会让我回来了 你去美国 我们就可以公正结婚了 可是那对我来讲 太远也太难 为什么 你对我的感情你真的做得到吗 有海 你我老被你想想想